克里姆林公表示乌克兰东部两个莫斯科支持的分离区 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击退乌克兰政权的攻击 这也是俄罗斯准备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行动的强烈讯号 新闻周刊的消息拜登政府通知乌克兰政府情报显示 俄罗斯在48小时之内将全面入侵乌克兰 另外俄罗斯侦察机也在今天短暂侵犯乌克兰领空 乌克兰政府表示其实他们在一个月之内 已经收到三次普新将下令攻击乌克兰的警告 那么也认为俄军入侵乌克兰确实是有可能的 因为普京没有办法让那么多部队在前线继续待命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要的军力已经百分之百到位 其中80%距离乌克兰的边境只有5到50公里 TVBS新闻黄松普尼嘉辉美国华府报道